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答疑 如何区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两部分 先看作业 然后回答同学们的典型问题 区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模块的课程是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简单预告一下 就是目标和计划永远是绑在一起的 目标和计划永远是绑在一起的 脱离计划谈目标和脱离目标谈计划都是没有意义的 目标和计划是绑在一起的 然后计划的关键是资源 目标和计划绑在一起 计划的关键是资源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管理的时候 为什么说定了目标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能力做计划 所以你的目标定了也没有用 很多同学说我的目标定了也实现不了啊 不是你的目标实现不了 是你的计划没做到位 导致你的员工执行的时候 没有有效的动作 所以工作计划我们第二个模块要讲什么呢 第二个模块要讲的是 怎么确保目标能够实现 大家知道了吗 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 一个好的管理者是这样的 他的目标定完的时候已经知道怎么能实现了 而且基本上90%确定这个目标能实现 而且是超额完成 但是这个目标定的不是低啊 这个目标定的不是低 而是他知道怎样能够完成高目标 这是好的管理者 不好的管理者是这样的 指定目标啥也不想 坐在那说500万行吗 不行感觉有点高 那400万呢 400万可能又太低了 算了450万吧 不好的管理者 没有经验的管理者 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好的管理者是换一种方式 我们下一个模块会讲啊 所以希望大家能明白 目标高低和目标本身关系不大 你不用太纠结目标的这个问题 我们上一节课的重点呢 现在再过一下 咱们一起用个五到七分钟 咱们把上一节课的重点过一下 好不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这个上一节课的重点回顾 如果你OK 可以回复我一下啊 我们上一节课的第一个知识点讲的是 新任管理者的五项训练 就是你要做管理者 你要经历哪些基本训练 你要做管理者 你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这个意思 所以呢 一个管理者工作之初 上任之初 他每天都要想 我最近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件目标是什么 这也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开篇的问题 工作那么多 目标那么多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是每天都要想的 现在我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互动啊 同学们请用一句话告诉我 你下一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明天就是周一了 来 你下一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看看同学们能不能直接写出来啊 你下一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这是新任管理者的训练 最重要的一项训练 咱们在评论区 用一分钟的时间 做一下这个互动 明天是周一 所以这个思考很重要 杨道平同学 年度策略提报 年度销售策略吗 还是什么策略 点睛美甲素素 完成社保年审工作 OK 设计春回大地线路 项目验收 项目结算 完成新样本 定版 九下图书 交付印刷 企业文化年度执行方案成品 完成三十个客户回访 并提交记录单 完成五万回款 下周五五点三十前 完成供应链流程 挺好的 同学们不错啊 都有自己清晰的思路 这个还是不错的 然后有一些工作 可能可以再逐渐逐渐的优化 你就能抓到最有效的工作了 所以新任管理者的五项训练 最重要的是一和五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而且关注实际成果 这个意思 我们上一节课讲了 经营型目标呢 是最高级别的目标 没有任何目标 能够越过这个目标 举个例子 我这个月要见十个客户 这是一项目标 我们要回款十万 这是一项目标 见十个客户 不能越过 回款十万 经营型目标 在一家企业里边 主要是收入利润成本质量 收入利润成本质量 管理型目标 主要是工作流程方法效率 工作流程方法效率 这个意思 经营型目标是不能动摇的 为什么这件事是不能动摇的呢 一会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会详细讲啊 我会再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有同学问我说 如果动摇 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动摇的 我在最后的直播答疑的时候会讲 然后我们昨天还讲了一个知识点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就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中 一定要学会和上级沟通 和上级沟通最主要的是两件事 大家记住一下 最主要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目标 第二件事是资源 因为这两件事都在上级手里 当这两件事你能完成的时候 跟他要评价 举个例子 老板我想这个月打一千万业绩 你觉得行吗 老板说不行 你得打一千两百万 OK这是老板给你目标呢 你跟老板拿到了一个一千两百万的目标 然后你跟老板说 老板我现在手里只有一千万的资源 我需要您帮我再给出两百万的资源 就是我需要再招三个人 如果不招这三个人 我估计怎么都干不到 不信你看我这样分析的 所以老板 如果您希望我完成这个目标 我特别需要这个资源 老板给了资源了 给了资源之后呢 完成了 完成之后怎么办呢 跟老板要评价 老板一千两百万干到了 您看怎么样 我下个月呢 如果连续三个月干到 老板能不能给我涨点心 或者能不能给我提个值啊 类似于这样的 这叫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是因为评价是由上级评价的 咱们自己是不能给自己制定最高目标的 你的最核心的目标是上级给你定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不断的从上级那里拿目标啊 管理型目标要服务于经营型目标 这个咱们也讲了就是管理是手段不是目的 管理是成本不是成果啊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反复反复的去理解啊 咱们上一节课的作业是这样的 一共是四步相对来讲比较难啊 比较难啊 大家来反馈一下 上一节课的作业在做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有没有同学能够在评论区里面和我说一下 分享分享你在做这个练习的这个感受啊 你整个的状态 或者说你整个的过程中的这个情况 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互相之间看一下 做这个作业 大概是什么样的 挺想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啊 感觉很简单 不错不错啊 感觉很简单的说明你能力很强啊 管理型目标不太好拆分 思路清晰 做完作业基本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努力了 还是有些难度的 目标清晰了明确了 做完就聚焦了 做完就清晰了 唯一的问题是老板还没确认 业绩能完成的感觉 对于有些非盈利单位经营性目标不好定 非盈利单位 除非你完全是做善事的 你总要考虑成本 否则你要吃饭啊 对不对 你的钱从哪来呢 你的成本从哪来呢 不能大家在一起 只是精神交流吧 还是有一些基本的 你的办公场所 就算别人给你捐款 你也要进行管理嘛 所以没有啊 所有的组织都是有经营性目标的 海鹏自己拆解的和领导 确认的时候并不一样 特别好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上下级对一件事的理解不同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对待过自己的目标 能明确经营性目标 但是拆分管理性目标会有困难 没错 大家知道吗 管理性目标是特别难拆分的 因为管理性目标 真正重要的是能够让你知道怎么达成经营性目标 那个东西才是管理性目标 很多人拆分经营性目标是把一百万拆成十个十万了 大家听一下啊 很多人拆分经营性目标是把一个一百万拆分成十个十万了 那样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 好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作业点评啊 今天在作业之前呢 我们收到了助教的反馈 助教在和我反馈一件事 大家一起看一下啊 有学员说因为领导也在这个班学习 所以不想被何老师点评作业 何老师太犀利了 万一何老师点评呢 我们做的不好 领导很没面子 领导没面子 不开心在批评我 我也不希望领导没面子 咱们一起啊 克服这个困难 在一个班机里边 大家记住啊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班机里边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 我只有一个角色 就是各位学习的资源 大家记住啊 老师的角色只有一个 就是你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资源 没有第二个角色 老师不是你的考官 老师是你的资源 你应该抓紧一切时间 吸收老师懂的东西 抓紧一切时间 跟老师提问 抓紧一切时间跟老师互动 你没有任何必要担心老师说什么 也没有任何必要去质疑老师 因为那个没有意义 老师是你的资源 你别变成老师的资源了 各位能理解这个思路吗 学习的时候在任何一堂课 你是老师是你的资源 你不是老师的资源 千万别弄混了 来 咱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份作业来自于 玉总 玉书丰 在吗 玉总在吗 玉书丰 玉总的作业是这样的 经营型目标 大家看一下 完成三个宣传片 五个抖音短视频 成交价在15万 诶 我们问一下 大家说这个经营型目标 有没有奇异 我们认真看一下 玉总你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经营型目标 有没有奇异 假设我是你的新员工 我可能会理解成两个 理解成三种情况吧 一种情况是 总目标是15万 大家写一下 总目标是15万 抖音短视频 目标是75万 宣传片的目标是45万 总目标是120万 能理解了吗 一种是总目标是15万 一种是总目标是 3加5乘15是120万 就是每个抖音短视频的 成交价在15万 每个宣传片的成交价在 15万 能理解了吧 可能会理解成这样啊 所以经营型目标 我们在前面讲目标的时候 讲到了什么 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还有印象吗 组织定目标要怎么样 一共是两句话 咱们一起来再回顾一下 组织定目标 简单清晰 对不对 简单清晰 然后呢 要有时间要素 对不对 简单清晰 要有时间要素 对 清晰有效 时间要素 就这个意思 清晰有效 抱歉 这个想着清晰有效 说的是简单清晰 清晰有效 要有时间要素 一定要有效 OK 来我们现在一起再来 玉总 你先别着急 因为现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们无论是多大的领导 你可能在管理上都会有一些之前的盲区 我要和大家讲一下 盲区不代表你不会 只代表你没看到而已 我们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能看到什么 很多时候就有特别大的偶然性 不是必然是偶然性 你遇到一个老师也许你能看到很多 或者你遇到一个好同事你就能看到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我这里再讲一下 我问问大家 五个抖音短视频能评价吗 能评价什么叫完成五个抖音短视频吗 有没有评价标准 完成了五个抖音短视频 有没有成价评价标准 不能吧 完成三个宣传片好像也没有评价标准 对不对 这个是不好评价的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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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意思 所以 语总就特别特别清楚了 这回我们就可以讲你的经营性目标 如果大家再给概括一下应该是什么 看到了吧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相当于大家的一个同事 或者我相当于大家的一个顾问 我们一起在讨论 我们一起在拆解自己的工作 如果给这个团队 给语总的团队定一个经营性的目标 应该是什么 安然问 是不是成交15万就可以 大家说呢 是不是他整个这个团队完成15万收入就可以 对不对 没错吧 完成15万收入 成交还是回款不明确 例如退款呢 如果成交是订单呢 哎太棒了 同学们 大家互相之间鼓个涨吧 你看到了吧 你跟团队不止工作任务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呀 回款15万对不对 订单都不行 得是回款 同学们很棒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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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这就叫清晰有效 回款15万 所以大家知道吗 你学完了经营性目标和管理性目标 以后你在看团队的时候 到哪家公司都一样 基本上都一样 好的管理者到哪都能把事管明白 啊 就是不是清晰有效 他自己能知道 成交15万 所以说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回款15万 但是呢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 但是我要替郁总问一个问题 我要替郁总问一个问题啊 如果郁总的这个部门是一个 视频内容的研发团队呢 就是我是个内容团队 我要完成的是 我要完成的是 单个视频能够卖出15万的短视频 这个时候怎么定 大家看看 是不是又有这种情况了 也许我是内容团队 我是视频制作团队 有这种可能吧 我是视频制作团队 我不是销售团队 我怎么定我的经营性目标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这么写了 假设我们可以这么写吧 完成五个抖音短视频 然后呢 他能达到客户认为的这个成交价多少以上 对不对 这是一个成本要写上 对吧 成本要写上 质量的指标 质量就是他能卖出多少钱 这是基本质量 成本要写上 没错 这两个加起来 就OK了 对不对 甲方要认可 对的 同学们 看到了吧 一个事儿其实可以展开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所以大家知道吗 质量和成本 什么叫质量 质量一定是客户认可的 不是我们简单认可的 对吧 这个意思 来我们看看管理型目标 拜访15个客户 拜访15个客户 团队分成三组 两组负责宣传片 一组负责抖音短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尽量来看一下第二个管理型目标有效吗 第二个管理型目标有效吗 或者第二个管理型目标会怎么样 我们前面讲了经营型目标是最终的成果 管理型目标是要保证这个成果的 这个只是任务分工对不对 它不是目标 它不是大家的工作目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任务分工在月初第一天就结束了 分完工大家就不知道做什么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工作了 对吧 这个意思 管理型目标三 宣传片回款要达到60% 抖音视频要全回款 我们看一下 这个管理型目标有没有效 这个管理型目标有没有效 第三个 同学们越来越上道了 真的非常非常棒 所以大家知道吗 当你认认真真的学完管理课之后 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你和没学过管理课的同事交流 你的心态会变得非常从容 思路会很明确 第三个 第三个管理型目标 我们认为相对是有效的 因为是未来一个月嘛 对吧 相对是有效的 就是到月底 到月底 因为这个是未来一个月啊 到月底 这个是有效的 可以增加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放宽一点要求 放宽一点要求 所以 郁总 你的这个作业 在目前的课程上 我们认为可以打70分了 有亮点 有亮点啊 你已经做出很重要的决策了 尤其向第三个目标 我认为这个决策很棒 宣传片回款要达到60% 抖音要全部回款 这是一个很棒的决策 因为非常清晰有效 好不好 我们给郁总鼓个掌啊 总说何老师犀利 其实看到大家有任何的收获 都是开心的啊 因为管理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还是要学的 但是学了之后呢 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好嘞 我们谢谢郁总啊 有勇气和我们分享他的作业 然后咱们通过他的作业呢 学习到了很多 不同的角度 所以大家一起啊 给郁总鼓个掌 我们来看下一个作业 好吧 这个作业我们就过了 管理没有对错 管理没有对错 所以每个人的目标 只有必要性 没有合理性 只要是郁总认为OK的 那就OK 因为我也管不了 公司是你做 团队是你带 就这个意思 大家要坚定自己的目标啊 第二个作业来自于金方 金方我刚刚逮住你了啊 你在留言区说 今天的这个作业特别简单 过程中感受就是很简单 然后你又说了一句 特别怕自己没踩到点上 特别怕自己没踩到点上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经营型目标 4月19日前完成1000人的春回大地 祈福平安 喜废之旅首期出团 这个出团是一个旅行团吗 我们来问一下 是成团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你现在和同学们介绍一下 就在评论区简单介绍一下 是一个旅行团是吧 首期成团 OK 那什么叫成团呢 活动策划是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讲了 这是一个策划团队 还是一个销售团队呢 你来说一下 你这个是个策划团队 还是个销售团队 你这个是方案出完 是出完方案 还是已经完成1000人的集结了 1000人的报名了 你来和我说一下 完成的是1000人的活动方案 还是完成了1000人的报名 完成旅游全程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完成旅游全程 所以金方啊 因为你那个行业比较特殊 有一些专业术语 我们没法用简单的 没法用简单的销售额之类的来 来概括 但是呢 我们讲一件事 大家要记住啊 要写下来 目标必须有衡量标准 目标必须有衡量标准 大家看一下 目标必须有衡量标准 所以1000人成团 1000人完成旅游全程 什么叫完成旅游全程的衡量标准呢 是我们最终的净利润达到多少 同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投诉 还是什么 是不是要给一个评价呀 所以金方啊 我认为你的这个团队策划团队 你的这个策划团队也有可能是组织团队啊 在这件事上要给一个清晰的目标 背后要有很清晰的评价标准 不能简单这么说 因为这么说只有一个时间 只有一个时间 1000人首期出团就算完成旅游全程 过程中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过程中如果成本太高怎么办 如果这1000人不能很好的完成一个收入怎么办 对不对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为什么一定要有经营型目标 我们再说一下 完成1000人成团 大家记住一个数字哈 完成1000人成团 假设每个人是1000块钱 这是多少钱 1000人成团完成 每个人是1000块钱 这是多少钱 1000人成团 100万哈 100万 Yoko哈 你你自己鼓个掌吧 啊 今天晚上会成为你数学课堂特别重要的一次体验哈 100万 啊 怎么还有10万的 净何啊 你也很厉害啊 你也给自己鼓个掌吧 今天也是你的一堂数学课哈 100万 100万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 假设1000人里边 假设1000人里边有200人使用了带金券 好像成本就变成了就整个收入变成了80万 大家听一下哈 1000人如果都是标准的费用都是1000块钱 你的收入是100万 如果有200人使用了带金券 可能就变成了80万了 所以完成1000人成团这个金券型目标其实不对 他真正应该说的是整个这个过程你有啥收益 然后你的收益还要控制成本 所以最好能有利润 如果没有利润也没关系 你把收入讲明白也行 如果你们公司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大家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吗 你只说多少人不行 因为最终没法评价 最终可能会发现公司希望的是100万收入 结果你完成了80万收入 过程中有200人使用的是带金券 最后那量20万是什么呢 那20万就是给你发奖金的 就差那20万本来能给你发奖金的 结果没发出来 你认为你完成了1000人 公司没有成本给你发奖金 就这么回事 很多时候工作就出在这 好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金方知道了吧 你这个是评价标准要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过程中 它这个其实是属于流程型的 3月10日16点之前完成方案出稿 线路海报并报旅局审核 3月16日前确保方案海报参与商家 确定方案海报参与商家并开放预售 4月7日16点前关注招收游客 并完成路线演出及彩排 你看 关注招收游客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写了 因为它没有一个有效性 我们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能懂了吧 所以4月17日你可以是这样的 完成游客招募 完成1000人游客招募 并完成初步 并完成初次彩排 这个是有效的 完成1000人游客报名 并完成初次彩排 这个是有效的 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确实不好定目标 但是呢 同学们我要和大家再说一下 我要和大家再说一下 很多时候 不好定目标的关键 不好定目标的关键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是你的业务复杂 而是你的业务无效的部分太多 我们再来说一下 很多时候你的工作不好定目标 不是因为你的业务复杂 而是因为你的业务无效的部分太多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这个吗 很多时候你的工作不好定目标 是因为你的业务无效的部分特别多 就这个意思 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我们在定目标的过程中 其实就能怎么样 你定一定目标就能优化你的工作了 你就会发现很多工作是无效的 说不清的 而且每天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在我们公司不说用户体验这四个字 基本上不说用户体验这四个字 我们会说玩课率 我们会说平均听课时间 我们很少说用户体验 因为他没法评价 没法评价的工作就不要做 没法评价的工作就不要做 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销售 我每天都很忙 我今天去拜访客户 明天给客户送礼品 后天关注客户的家庭情况 我可能还要帮客户整理资料 你就举个例子吧 整理资料这四个字 怎么评价呢 不好评价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做一些 跟直接目标不相关的工作 经常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然后这样的工作 其实又不好定目标 所以大家知道吗 你就记住一条 不好理解也没关系 你就记住一条 如果一个工作 没法定出来目标 基本上这个工作是无效的 这个工作是不应该做的 好嘞 我们接着往下走了 第三份作业 第三份作业来自于徐培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三份作业来自于徐培 在线吗 徐总 我们先等他一下 看看他在不在线 徐培的经营型目标是这样的 3月31日前 三家中心完成18万销售额 三家中心完成18万销售额 大家以后我们在工作中 能不能关于收入这一块这么说 直接说完成18万回款 18万订单 好不好 18万利润 这么说好不好 订单 回款 利润 这样说可以吧 首先要有效 可以吧 完成18万订单 18万回款 18万利润 这个意思 好吧 这是一个 再一个前三家中心完成18万 是每家完成吗 还是一起完成 徐培 你来介绍一下 是每家完成吗 还是一起完成 来我们听听徐培的理解 咱们先别着急 我们是合同额回款利润都要求 这也很好呀 一起完成 OK 那就直接说 直接这么说 因为这是未来一个月的经营目标 直接说 三家中心共完成或者叫累计完成 对吧 18万销售额 或者你干脆不要强调三家中心 就是你的整个团队总回款 三家中心总回款18万 三家中心总利润18万 三家中心总订单18万 这个意思 好吧 总回款 总利润 总订单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经营性目标咱们就讲完了 管理性目标 3月8日前 每位主教应该是助教老师必须完成五位会员女神节会员报道续报沟通 你看 3月8日前每位助教老师必须完成五位会员女神节续报沟通 结果检视以及微信记录 结果检视以微信记录为准 结果检视以微信记录为准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许总呢 他在经营性目标上其实是有一定理解的 管理性目标也有一定理解 那许总接下来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在语言上要适当的打磨 这个涉及到第二个模块 怎么跟团队不止工作任务 涉及到你要把任务讲清楚 大家一起来看哈 把任务讲清楚 我们一起往前翻一下 大家看看 新任管理者的五项训练 我们再往前看哈 这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项 看到了吗 总能把任务说清楚 总能把任务说清楚 咱们现在是不是训练的就是这部分啊 既包括重点目标 又能把任务说清楚 我们其实是在训练这个 能懂了吧 咱们接着回到第三份作业啊 这个过程中咱们稍微慢一点啊 同学们不要嫌这个我讲的慢 我尽量把它拆的细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3月8日前每位助教老师必须完成 平均每位助教老师完成五位会员的虚报 对不对 结果要以微信记录为准 这个结果是微信 微信的确认还是微信的订单 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哈 是微信客户确认了还是微信上有成交记录 大家能理解吗 这一块要适当的说清楚 微信订单是微信上直接成交的记录 还是微信上客户确认续报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 能懂了吧 第一个管理性目标 我再强调一下哈 是客户答应续报了 还是你已经有了一个成交结果了 这个要说清楚 第二个管理性目标 3月8日前销售老师必须完成非会员的女神节活动沟通 电子文档为准 结果简是以微信记录为准 就是这个电子文档我能理解 这个电子文档什么的应该是沟通的基本内容都包括什么 沟通的基本内容都包括什么 对吧 OK你可以讲以我们的标准提纲为主 或者以我们的金数据 金数据链接为主 因为很多公司有自己的客户调研的一个表格 所以3月8日前销售老师必须完成非会员的女神节活动沟通 OK 这个里边我们要讲一下 可能要稍微的再想一想 3月8日前多少位老师必须完成多少位非会员的沟通 大家能懂吗 一共多少位销售老师必须完成多少位非会员的沟通 能理解吗 否则你的这个目标没法衡量 是哪个老师还是全部老师还是怎么着 把这个进行讲清楚 所以徐总这一块我相信你已经懂了 第三个3月31日前所有未签单成功的客户 所有未签单成功的客户保持每周两次的互动沟通频率 以下次活动报名做准备 结果检验以微信记录为准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块我要稍微的再写一下 因为这个作业确实是比较难做 很多公司当时它是没有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准备的 我就 来我问问大家 每人两次客户沟通 大家看看这是不是一个目标 每人两次客户沟通 为什么不是 安然来说一下 Yoko说是 没有衡量标准 只是动作对不对 沟通什么要达成什么效果 没错吧 所以我们自己内部在讲客户沟通的时候 我们特别怕这样 每人每天给客户打五个电话 这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最终你在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打了 其中有三个没接 我打了 接通了 客户说最近忙 我打了 客户刚接就挂了 能懂吗 这都不叫沟通 还有人说 我给客户发微信了 客户没回 我给客户发微信了 客户说好的 等等再聊 后来一直没理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大家能懂吗 这个就是沟通就不是真正能够衡量的动作 你要这么写 每人每人每天两次沟通客户 在我们要求的十个问题里边 必须向客户完成五个问题的调研 这就叫有效 每人每天沟通两个客户 然后我们每一次沟通要求要回答十个问题 这十个问题只要回答五个就算有效 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所以要把沟通的有效性给做出来 究竟和客户沟通什么 按照公司规定的客户沟通提纲 至少有五个问题必须问出来 大家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年下来 你的客户数据会变得非常非常丰富 比如说家庭人口数 每年的这个平均消费 对吧 然后包括上班地点 上班时间 然后你的工作属性 等等 你的消费喜好 你对哪个APP更感兴趣 这些数据问五个出来 只要问五个出来就会有效 就是问哪个问题都有效 所以要做有效的动作 许总这回能理解了吧 咱们现在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么讲对大家有帮助吗 因为今天我们有两个直播 我不太确定 有不少同学是两边都报了 好 我们看第四个作业 今天讲的会慢一点 我们看第四个作业 你看李娜说 外乎管理可以不提总数要求 只提结果要求吗 可以呀 没问题呀 只提结果要求可以 但是结果也要能衡量啊 如果结果不能衡量也无效 所以你可以这么管 不管你今天打多少个电话 必须完成多少份有效问卷 或者必须完成多少次有效沟通 你跟多少个客户联系 我不管 你几点完成我也不管 只要你完成100次有效沟通 那我就认为你的工作是OK的 这个意思 我们看第四个作业 来自于邱总 邱素勤 他是这样的 经营型目标 4月30号之前 点睛直营门店完成回款120万 大家看看这个经营型目标 怎么样 4月30号之前 点睛直营门店完成回款120万 4月30号之前 点睛直营门店完成回款120万 我们说的是未来一个月哈 我们说的是未来一个月 那我问问大家 是从今天开始算到4月30号之前 还是4月1号到4月30号 大家再想一想 是从3月9号开始算 还是从4月1号开始算 就这个是4月份的目标 还是从现在到4月份的总目标 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是吧 我们其实这一块要相对来讲说明 相对来讲说明 这一块就OK了 只要把这个说明就OK了 其他的没什么啊 没问题没问题 你可以理解的是整个4月 但是呢 从这个经营型目标上看 其实是看不出来是整个4月的 我认为还可能包括3月 因为你只说了截止日期 没说起点 你可以说4月份点睛直营门店 完成回款120万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就OK了 能理解了吧 这样一下子就OK了 4月点睛直营门店 完成回款120万 管理型目标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管理型目标哈 入职1至3个月的20名美甲师 在4月30号之前 完成美甲业绩20万 顾客续充20万 入职4至12个月的40名美甲师 在4月30号之前 完成美甲业绩60万 顾客续充60万 入职112个月以上的 20名高级美甲师 在4月30日之前 完成美甲业绩40万 顾客续充40万 语言表达是很很有学问的 我们说要把任务讲清楚 布置工作任务很重要 就在这 我们很多时候理解不清楚 然后我们的团队就理解不清楚 所以工作就会无效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管理型目标 是经营型目标的 直接拆分吗 就是大目标化成直接的小目标吗 能理解了吧 所以这一块哈 我们先不在这多讲了 我们先不在这多讲了 因为你的工作里边要涉及到更具体的究竟员工要做什么 你这个还是对结果的要求 员工究竟要做什么 那个是管理型的目标 我再问一下 我再说一下 经营型目标是直接成果 管理型目标是什么呢 管理型目标是保证达成成果的手段 就是我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经营型目标是完成的 因为这样安排下去 员工其实不太知道具体要做什么 员工只知道我要完成多少收入 但是具体每天要做什么 不知道 对 动作不知道 没错 没错 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在第二个模块会专门讲员工具体要做什么 所以说其实工作计划的本质就是管理型目标啊 工作计划的本质就是管理型目标 好 这个我们过了哈 咱们往下看啊 第五份作业 大家看一下 经营型目标在4月10日前卖出200张运动营会员年卡 大家看看这个目标是不是也可以调整一下会变得更好 对不对 4月10日前完成回款多少就行了吧 可不可以这样 4月10日前之前完成多少回款 然后我的回款是通过多少张年卡完成的 对不对 明白了吗 就这个意思 这两个作业有相同之处 就是把经营型目标直接拆分到个人身上了 其实个人得到的还是经营型目标 管理型目标是要保证经营型目标的手段 所以管理型目标 举个例子 我们一个团队有三个人 经营型目标是300万 管理型目标 A是100万 B是100万 C是100万 这就不行 管理型目标是什么呢 管理型目标其实还包括你这个月要做什么 具体要做什么 然后能够产生这100万回款 这个意思 做什么能够直接产生这100万回款 我们要找到这样的动作 然后去要求员工 管理型目标特别不好定 特别不好定 而且管理型目标我告诉大家 它没有绝对正确的 只要经营型目标完成 管理型目标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所以不要纠结于管理型目标的绝对正确 就这个意思 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咱们前两天在群里边 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相信我今天讲完 大家还是会有争议 但是没关系 这是一个管理型的目标 所以你怎么讲 你怎么想都可以 都可能是正确的 你怎么想都可能正确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本月已经过去一半 但1000万的团队销售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作为管理者你应该怎么办 调整1000万的销售目标 调整影响1000万销售额的其他工作目标 优化整个工作流程和效率 大家看一下 鼓舞团队整个事情 我们用排除法可以把AD排除掉了 但B和C 哪个是应该先做的 哪个是结果 大家看看 哪个是真正的动作 哪个其实是这个动作的结果 B和C 今天我们看完了这两个 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清楚了呀 C是你最应该开始做的动作 就是你根据团队过去的情况来判断 工作流程里效率里究竟哪出了问题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我才能定出来这个目标 能懂了吗 这个意思 好吧 其实B和C 如果你是高手 你可以从C直接跳过去变成B 但是我们在现在上课的时候 希望大家往动作上去多花一点精力 不要简单拆分目标 好吧 他们两个还是有一个先和后 还是有一个先和后 没关系 可以慢慢理解 管理是一个 没有谁能说你的管理就是好的 只要你公司的销售额是好的 你的管理就是好的 如果你的公司的销售额一年能做一千个亿 全中国的人都会去你那儿学习 我也会去你那儿学习 大家能理解了吧 只有这个是对的 其他的都是错的 就是经营型目标永远是对的 它永远是能够平衡 管理型目标 谁说都有理 咱们不纠结了 好吧 就跟大家说到这 就是这两个中间其实还是分先后的 对 陈总说的特别好 陈一为同学 结果是好的管理就没问题 就这个意思 同学们我们现在作业点评这部分就答完了 咱们今天作业点评用了40分钟 时间比较长 咱们现在休息一分钟 回来之后我们进入问题的答疑 好不好 咱们休息一分钟 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 给各位一点点时间 休息一分钟 因为后面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前面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整个的这个作业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知道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具体的冲击 一定会的 尤其你在听回放的时候 来我们看这个问题 第一问 徐如雪 徐总在吗 在员工管理上给下属制定了工作职责 但在真正的工作中作为老板 往往还是会因为项目紧急或个人习惯出现月级处理问题 导致放权不到位 手下管理层也发挥作用 也有也会发挥不出来作用 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来来来 我问问徐如雪你是中层还是老板 就是你这个问题提的时候 你自己是老板还是说是 你认为你作为老板影响了手下的管理者 还是你是手下的管理者 然后你们老板总月级 我们先把这个事实先弄清楚 中层对不对 那其实意思就是说老板的月级管理给你的管理造成了影响 对不对 老板的月级管理给你的管理造成了影响 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吧 OK好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哪些情况容易产生月级管理 来大家说一下 哪些情况下容易产生月级管理 有标准答案吗 就是什么情况下会特别容易产生月级管理 我们作为中层老板是我们的什么 大家说一下 我们作为管理者老板是我们的什么 在公司里面 同学们给了很多具体情况哈 中层不给力的时候 紧急情况 觉得你干的没符合他的要求 突发情况 家族企业很多 中层搞不定 老板觉得这个事情我最有发言权 可能管理不到位吧 老板是你的资源 老板是你的资源 所以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老板产生月级管理的时候 一定不能有一种心态 就是这个事其实应该是我管的 你这样管我怎么管 你应该想的是太棒了 他又月级管理了 那我的目标应该完成的更容易吧 如果我的目标完成的不是更容易了 我就会跟老板讲 其实这样 我们整体上目标达成是无效的 要跟老板产生一种沟通 其实本质上这件事还是我们在管理上的小白心态 这个小白心态就是 我特别希望跟老板之间产生一种尽量少沟通 然后我把我的做好给老板看 老板尽量不要管我的 就是我们讲的管理上的 不要证明自己的对错 不要评价老板的对错 这个是一个原始心态 就是你对老板本身月级管理 首先你是敌处的 这个是我一定要和大家说的 就不管你心里认不认同 这是一个原始心态 能懂吗 这个是最要命的一种心态 所以学完管理课以后 老板月级管理你可能会不舒服 但是你应该告诉自己 这没什么不舒服的 老板就是我的资源 他如果能管好了 那我就简单了 反正我要的是目标 对不对 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什么样呢 跟老板讲 这个事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擅长 老板你擅长 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好的管理者 不好的管理者是什么呢 自己搞不定老板管 他还难受 能懂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哪种情况可以忽略月级管理 来我们再达成一个共识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忽略月级管理 什么情况下可以忽略月级管理 只要你的目标进展是正常的 而且你的目标进展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能懂吗 我们跟老板之间千万别比拼专业能力 老板月级管理的时候 往往都是因为你的专业能力不行 同时你对目标的把握又不够 老板着急 或者老板管的时候也忽略了目标 这种情况下是最容易出现的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忽略月级管理呢 就是当你的目标进展很顺利的时候 而且老板甚至都帮助你完成了目标的时候 你应该忽略这件事 如果老板真的不专业 如果老板真的不专业 你也首先要接受 因为他是你的老板 我在公司工作里边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老板怎么样都是对的 没办法 他是老板 除非你换个公司 你要是牛 你就选个更好的老板 通常自己的老板不行的 这样的人自己本身也不行 但我不是说许总不行 不是这个意思 希望我们能达成一个理解 就是你要有能力管好你的老板 如果你没有能力管好你的老板 你必须要清楚 他就是你的老板 这一点必须要弄清楚 所以上下级之间是怎么样的呢 上下级之间 上下级之间必须要明确几件事 我们现在要再说一下 讲到这儿 同学们一起来听 上下级之间在工作中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太容易把上下级之间对立起来了 就是出点事就担心老板批评 有点事就希望老板表扬 这种情况是最不好的 首先一切管理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很多时候老板的动作随意而盲目 越级管理是这种情况产生的 那是因为你跟老板之间对目标的沟通不一致 老板经常不管目标 去管专业具体怎么做了 这种情况 你要提醒老板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么管可能对目标没有帮助 咱们应该拉回来 甚至你要告诉老板 这样的事以后老板请放心 不用操心 我保证给你搞定 大家能懂吗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一条 一切管理都要围绕目标展开 很多时候越级管理是因为 他不知道目标 所以管理动作随意而盲目 他想到哪就管哪 才容易出现越级管理 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公司做海报 公司做海报 老板可能会产生一种情绪 这个海报的颜色感觉有点年轻 他不会多想一步 他就觉得可能有点年轻 然后他直接管颜色去了 他不会去想 这个海报的转化率会怎么样 他会直接说 这个颜色好像不太符合他的需求 他忘了目标 直接管颜色 能懂了吧 这个意思 第二个 管理是一种成本 不是所有问题都要解决 有的时候越级管理 它就是一种成本 你越想 它是一种越大的成本 你就放那 它越级就越级呗 无论怎么越级 你都要跟老板把目标过通清楚 你要从老板的口里拿到一件事 就是目标是我完成的 这个目标是您授权给我的 这个目标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在您的下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合格的管理者 这个意思 管理是一种成本 不要什么问题都担忧 不要什么问题都放在心上 我们在第四个模块 咱们会讲 如何提升工作成果 大家知道怎么提升工作成果吗 提升工作成果 特别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 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少管一些没用的事 把精力用在有用的事上 把精力用在对你的业绩 有帮助的事上 所以老板管的时候 可能会对你的 暂时造成一些困扰 把它过去 因为老板没有那么多时间 天天管具体工作 他就是有的时候随意了一点 你放一放 不要特别担忧 咱们在第四个模块 会重点讲这 第三个 管理者不谈对错 不管哪种管理风格 正在收听 快联系微信客服 122579 1460 平静同步更新群 不更新群 公司越级也好 不越级也好 老板管也好 老板不管也好 只要目标完成就是好的 就这个意思 最后一个 我们要讲一下 上下级要互相信任和欣赏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在任何一个组织 都是非常非常牛的管理者 你都是最高层次的管理者 上下级要互相信任和欣赏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信任 你要相信你的老板 他哪怕越级管理 他的心也是好的 但是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到别的 因为他也很随意 他可能能力就如此 但是他的位置在哪 所以能力不重要 在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信任 什么叫信任呢 只要老板信任你 他就会把钱给你花 会把人给你用 可能你啥也不懂 但你可能是公司的副总 大家见过这样的吧 老板就是信任这个人 你觉得自己有能力 你觉得比谁都强 但老板就是不信任你 所以老板连跟你聊天都不聊 老板不在你身上花任何时间 就这个意思 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信任 上下级之间一定要互相信赏和信任 这是职业的表现 我们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上级 但是呢 欣赏和信任 欣赏欣赏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一下 欣赏什么呢 要欣赏老板的长处 要欣赏老板的长处 不是欣赏老板的短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好吧 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了 因为越级管理是一个 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的扯不清 我们就给了四条建议 以后我们就拿这四条建议当准则 第二个问题来自于王鹏 业务团队的领导 奉行求其上者得其中 就是目标定的高一点 然后完不成 也至少能完成多少 这个意思 比如说目标定了一百万 哪怕一百万完成 也能完成七十万 这叫求其上者得其中 就是要求高一点 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按照基础目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去下发 举个例子 这个月应该完成一百万 但实际上老板的要求是一百五十万 我就是这样的老板 然后全月高频按高目标来追进度 全程高压 周而复始 团队的人都会很累 最后基础目标也确实能完成 但基础目标才是KPI目标 在执行时私下总会以基础目标来衡量进度 所以经常以领导的步伐不一致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目标制定和管理的动作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最高的那个老板 没有那个创始人 这个公司慢慢会变成什么样 就是如果一家公司 那个创始人没有了 那个老板没有了 那个董事长没有了 这家公司慢慢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老板领导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让大家挑战高目标 引导大家去超越一些东西 员工就是什么呢 员工大多数的心态 我说的是员工大多数的心态 咱们不较真 员工大多数的心态是把该做的做完 大家同意吗 员工的心态是把该做的做完 领导的心态是尽量做到更好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员工的心态是把该做的做完 领导的心态是尽量做到更好 明白吧 当然我们不排除一种领导 我们不排除一种领导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员工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满意 这种有没有 员工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满意 这种领导有没有 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确实不满意 员工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你都不满意 结果员工就会累 大家知道这个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吧 我跟大家再讲一下 我们公司里边会讲目标 咱们讲课的时候会讲资源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管理课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看是这样的 有目标 有目标 有资源 追进展 拿成果最后要给评价 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满意 是不是评价出了问题啊 来大家理解一下 员工做到什么程度 老板都不满意 是不是评价体系摇摆 评价体系不稳定 评价体系很混乱 能懂吗 所以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对不对 现在能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吗 做到什么都不满意 已经完成了 但好像还是不满意 是因为你的评价没做好 理解了吧 所以公司定目标的本质 定的是评价体系 定的是评价标准 这个意思 对 正常人家完成了一百万 你说哎呀 照一百五十万还差不少 人家完成了一百万 你说其实我们能干到两百万 这样的话员工就会想 到底要干到多少你能满意 我就这样当初就 让好多员工就离职了 刚创业的时候 就是不满意 永远觉得可以更好 每次说话都是 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就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你的评价体系不稳定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应该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让员工想明白 他想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大家说是不是要这个 员工想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你想获得百分之一百的评价 那我就给你百分之一百的评价 如果你想获得百分之一百五的评价 你就得完成百分之一百五的目标 这个能理解吗 我们首先要跟员工沟通清楚 你想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很多时候是老板只要求 但不给评价 这个意思 只提要求不给评价 员工从老板那儿得不到想要的评价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能给员工什么样的评价 人家员工真做到了一百五十万的时候 你能给一百五十万的评价吗 如果不能给 你干嘛要求人家做到一百五十万 你只给一百万的评价呢 这不就出了问题吗 对不对 就是多劳多得 你要求人家多劳了 但是人家没多得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或者你要求人家多劳 人家不想多得 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老板总是希望员工多劳 但是员工不想多得 什么意思呢 我就想挣一个安安稳稳的工资 我也不想拿太高的奖金 我也不希望太辛苦 对吧 还有一种呢 是员工玩命干 老板不想多给 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能明白了吗 就这个意思吧 这就叫评价体系 学管理 这是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整个是一个五步法的一个闭环 那就是这样的 怎么给评价呢 完成约定目标 95%可以胜任评价 胜任评价就是 我们的目标是一百万 你在这个岗位上 可以留下来的 最低标准是完成95万 你成为优秀的标准是105万 你成为卓越的标准是115万 这个意思 能懂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只要给了这样的评价了 完成105万员工 员工自然就没有疑虑了 他就知道我会获得优秀 完成120万就知道我会获得卓越 每一个卓越优秀 后面再给相应的奖励 这个是我们在第五个模块讲的 这个问题 咱们就回答到这儿 好不好 到这儿 好不好 就点到这儿了 因为这些背后都是大问题 大家会发现 管理聊着聊就聊成咨询了 今天的课比较长 没忍住 今天的课多了 我们今天第三问来自于王同学 来自于王同学 何老师 您说经营型目标是最高级别的目标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可修改 没错 不可修改 如果可修改的话 基于哪些因素去修改 希望老师举例说明一下 我问问大家 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 有没有相关联的地方 给大家20秒钟思考 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 有没有相关联的地方 不着急 有什么关联 经营型目标 为什么不能随便改 同学们一起回答我一下 经营型目标 为什么不能随便改 海鹏太棒了 海鹏太棒了 非常非常棒 给你鼓掌 刘海鹏同学非常非常棒 就这个意思 经营型目标是最高的评价尺度 一改了 整个的评价体系都改了 就这个意思 大家太棒了 管理能力的核心是 寻找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能力 要改的永远是寻找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 效率 方式 方法 而不是改目标 改成果 所以经营型目标 管理型目标 这两个相比 真正一定是什么不能调呢 一定是经营型目标不能调 因为最终会出现评价尺度的混乱 举个例子 我再说一遍 假设这个月的回款目标是1000万 结果过程中发现只能完成500万 OK 好 整体的奖金也要减半 整体的奖金也要减半 这个意思 甚至工资都要减半 明白了吧 经营型目标一改 整个管理就全乱套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看看 目标如果是1000万回款 评价是200万奖金 目标是500万回款 评价是100万奖金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我们问问大家 如果这么改 大家觉得合理吗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做的不太好 好了我们把目标减半 然后我们把奖金也减半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不合理 有人说合理 有人不合理 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不合理 说合理的 一会请给不合理的同学鼓掌 为什么不合理 说不定500万都没利润 太棒了 成本并没有减少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除非什么呢 成本减一半 工资减一半 所有的都减一半 这个是OK的 明白了吧 就这个意思 好 按照约定 刚刚说合理的 给说不合理的同学鼓掌 不合理的同学 特别棒 就是不合理 因为收入到500万的时候 奖金不动 这个成本不动 还有奖金 开玩笑 到那个时候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公司可能都要死掉了 就这个意思 大家看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越来越能理解 管理是个体系了吧 我悄悄的跟同学们讲一点 如果你听我的管理课 听好了 你在公司的天花板是很高的 因为这是一个创始人 在给你讲管理课 讲实用管理课 是站在整个公司的角度 去落到基层中层的管理方法上 不是简单的讲讲 管理上的基本道理 他一定是给你一个很高的空间和格局 去讲这个课的 最后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呢 只有在遇到不可抗力 才能调整经营目标 比如像疫情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改的 否则都是人为因素 很多时候是不能动的 好吧 我只给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疫情 OK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了 同学们 谢谢 刚刚这个问题大家特别棒 我今天晚上很开心 我讲到现在一点都不累 就是因为我发现 同学们越来越上到 理解的越来越深了 第四个问题 吴同学 吴总 这个也是我们线下课的同学 我是了解吴总公司的业务的 我公司做线上课程 和各个平台合作 和平台分成 举个例子 我们做一个课程 然后和知乎合作 和喜马拉雅合作 我们做课程 他们销售 那我们制定目标的时候呢 拆分到运营部门比较容易 因为就是合作嘛 多少个平台 每个平台回款多少就行了 平台回款多少就行了 这个是有据可疑的 我们的运营部门 就是拓展和平台的合作 但如何给产品部门 定经营目标呢 更偏重新课完成交付的数量 还是每个新产品的预计收入 因为每个课程产品的销售收入 都有不确定性 确定的只有产品数量和质量 请问老师 产品部门怎么能够保证 完成经营目标 产品部门怎么能够 保证完成经营目标 大家再给你30秒 我们再给你30秒 再看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的助教可以提醒一下吴总 我正在提醒一下吴总 我正在回答他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问题的本质 不是产品部门 怎么能够保证完成经营目标 而是吴总公司的课程研发部门 怎么保证能完成这个目标 千万别把问题放大化 能懂了吗 大家知道吗 一定要做到一点 就是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你当下的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 不要把问题抽象 我来举个例子 你发现北京东二环是塞车的 特别塞一上班就塞车 北京东二环是塞车的 然后你提了一个问题 怎么能够改进中国人的素质呢 大家能理解了吗 这样的问题就没法回答了 能懂了吗 你的问题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公司中 自己的实际情况中 面对自己的实际问题去解决 千万别因为北京东二环塞车 就开始考虑中国人的素质怎么提升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 不是产品部门怎么保证完成经营目标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因为每家公司的产品完全不一样 产品在大的体系里面 大家可以记下来一个概念 分成标准化产品和非标准化产品 大家听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产品分成标准化产品和非标准化产品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可口可乐质量管理好不好做 可口可乐的质量管理好不好做 可口可乐的质量管理好不好做 星巴克的质量好不好做 星巴克的产品质量好不好做 是不是星巴克要比可口可乐难了 星巴克要比可口可乐难吧 咱们一点点理解深哈 所以不要老操心别人的事 回到自己的部门 星巴克要比可口可乐难 海底捞要比星巴克难 看看对不对 海底捞要比星巴克难 全聚德烤鸭要比海底捞难 一个比一个难 所以我在这我只想让你理解 每家公司的非标准化程度和标准化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课程研发部门这一块 我要讲一下基本的理解哈 因为你的公司也是在发展的 这个时候我给你一个基本思路 这个时候你至少要明白一点 你们做课程的和销售课程的肯定是一个闭环 这个能懂吗 做课程的和销售课程的肯定是个闭环 然后所有公司和所有业务的发展的终极追求 都是尽可能标准化 大家这个同意吗 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尽可能标准化 这个能理解吧 所有公司的业务的终极目标都是尽可能标准化 同学们看对这个是否同意 对吧 因为标准化能产生规模 能理解吗 我现在问问大家 一个手工店的老裁缝干了60年 他的工作是不是标准化的 一个手工店的老裁缝干了60年 他是不是标准化的 我今天在这稍微展开一点哈 一个手工店的老裁缝干了60年 他的工作是不是标准化的 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思考 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啊没有对错 我的理解他的工作是标准化的 所以他不愿意招徒弟 所以他不愿意扩大自己的团队 因为一扩大他就不标准化了 因为每个人的公益标准都不同 他自己做几乎是精益求精百分百的 他自己做就是标准化的 大家能懂吗 他自己做就是标准化的 他是个老裁缝 他自己做就是标准化的 所以老裁缝的要求是什么呢 老裁缝的要求是一块表 一件西装尽可能卖给更多人重复卖 能懂了吧 但是他一旦招一个徒弟 他就要开始管理标准 他的工作就难了 我讲的是一个老裁缝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对的开放性的去理解很多事 那我们现在给吴总一点建议 给吴总一点建议 吴总你要认真听一下这块 首先你要明确一个大的方向 终极追求 就是你们公司必须要逐渐的让课程更加标准化 这是一个大的追求 这个过程没有终点 也没有哪一天就是绝对标准化的 他永远是相对标准化的 你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第一步 根据过往销售额倒推新课需求量 这是第一步 举个例子 我这个月需要完成60万 那我可能需要三门课 这是一个需求量 第二个 根据过往研发成本倒推新课工作量 OK 三门课程这样的课程 我大概要研发多久 我要定一个项目管理的周期 第三个 把影响新课研发的要素倒序排列 我来举个例子 签老师通常是做课程最难的 第一个是选题 第二个是老师 所以课程在网课里边 最难做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选题 一个是老师 最好的选题配上最好的老师 就是一个报款课 但是很多公司在这两件事上 花的时间特别少 他们往往是用最差的老师 投入了特别多的精力去改 很多公司听了 很多公司是在最差的老师 花了很多精力 最后怎么做都做不出好课 然后卖不掉 大家能理解吗 你要把影响新课研发的要素倒序排列 看看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次重要的 是次重要的 什么是最不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四步 按照不同的要素的工作量规划项目时间表 第五步 每个时间表都有质量负责人审核 比如说课题 老师 初稿 录制 成品 制作 上架 这是一个过程 我不多讲了 因为这个很专业 太专业了 第六步 把销售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目标关联 把销售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目标关联 吴总啊 我给了你六步啊 给了你六步 什么叫把销售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目标关联呢 假设我这个月的销售额是六十万 我可以这么做 我的新课要储备三门 按时上线了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KPI要绑到一起 比如说课程研发占百分之三十的KPI 课程销售占百分之七十的KPI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是销售的底薪低 研发的底薪高 所以是这样的 或者说二八或者三七都可以 或者四六也可以 把他们两个绑到一起 这是一个整个六步 这六步 这六步我能讲一天 同学们 这是一个研发课程的管理 所以吴总问了一个问题 怎么能够确保 怎么能够确保产品部门 持续的完成经营目标 怎么能够确保产品部门 持续的完成经营目标 我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 再问一个问题 产品部门最难的是 生产还是定标准 同学们一起再来思考一下 产品问题 产品部门最难的是生产 还是定标准 对不对 定标准吧 老产品定标准容易 还是新产品定标准容易 重复生产定标准容易 还是始终研发新产品定标准容易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吗 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在研发新产品 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在研发一个新产品 这样的公司就一定有问题 这样的公司很难做大 因为研发团队会把这个公司拖死 首先标准不好定 其次客户需求不稳定 第三销售团队很难销售 因为销售团队要一直备产品 要一直了解产品 要一直想这个产品怎么卖 好的公司是一个产品反复卖 大家能理解吗 我们现在再看看地产公司 汽车行业 我尤其讲一讲一个汽车行业 特斯拉 手机苹果 大家看看特斯拉是个什么样的汽车公司 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内只有一个产品 反复迭代 对吧 这回同学们能懂了吗 那在内容行业是这样的 内容行业是这样的 吴总 内容产品研发很难完全标准化 突破的关键不是持续研发新产品 而是持续拓展销售渠道 让一个产品卖的更多 所以吴总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 如果你过去 如果你过去一门课能卖50万 你要做10门课卖500万 你现在要考虑到的是 哪门课直接能卖5000万 没有可能就不研发了 我就研发这一门课全网狂卖 卖5000万 这才是你们公司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思路 所以大家知道 全中国培训最大的公司是哪两家吗 新东方和好未来 一家教英语 一家教数学和语文 新东方好未来 他们教的都是标准教材 他们最重要的课程部门 他们最重要的课程部门 不是持续研发新课 而是一门英语课反复讲 反复讲反复讲 然后不断的卖给更多人 一门英语课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 这才是出路 所以这件事 吴总你要好好理解 这是行业的本质问题 这件事可不是简单的部门研发的问题 否则会出现一个情况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你上个月还不错的课程研发同事 下个月可能不知道做什么 甚至再过一个月他离职了 他在你这做50万 因为你的流量不够 他在别的那可能能做到500万 因为流量够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小平台可能留不住 因为他最擅长的这个领域 可能在你这卖20万就不卖了 这个意思 然后还要做新课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课都懂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一门课怎么能做到5000万 没有这个可能就不要研发了 大家知道吗 一个好的公司是反复生产 反复生产 不是反复研发 就是按照固定标准反复生产 怎么生产都能卖掉 这就是好公司 吴总是我们老同学 是我们线下课的老同学 一直很支持我们 你给我发的这两个探号 我特别感动 我也很开心 就是如果你真的能理解 那我就很欣慰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讲 这也涉及到这个行业的 核心商业理解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来自于张总张玉芳 结合目前团队情况 团队有六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从对团队各方面熟悉程度 处理基础性事务的态度和能力 是比较适合提拔做主管 但是带他一起听课也好 或者推荐他去学习也好 几乎没有任何行动 外聘也需要时间 记得您之前说过 中基层管理者应该是自己培养的 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否定过 现在也是这样 请问何老师 我这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培养 还是选择更合适的人 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给我一个回答 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你觉得他选拔的这个主管 态度有没有问题 就是张总选拔的这个主管 态度有没有问题 直观上来讲 态度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担心 你就直接和他沟通 问问他想不想 能理解吧 问问他想不想 就是这么简单 他想不想做 所以我送给大家一段话 这段话是日本最大的书店 叫鸟屋书店的创始人 曾田宗昭 他说的一段话 工作不应该交给能做的人 而应该交给想做的人 大家看看这段话 有没有道理 不要抬杠 说想做不能做怎么办 不要抬杠 工作应该交给想做的人 而不是能做的人 就是你认为他能做 你就交给他了 你首先要确定他想不想做 能懂吗 你首先要确定他想不想做 这个是关键 所以我们在管理团队的时候 咱们下一课讲什么呢 咱们下一课讲的是 让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 持续统一 你想提拔这个人 但这个人的个人目标 可能不清楚 你是希望他作为主管 这是团队的管理目标 但他个人可能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 这就是个人目标 和团队目标不统一 咱们在下一节课会展开讲这个 好吧 我们管一个人啊 管理一个团队的时候 特别重要的是 通过个人目标 和团队目标的持续统一来管理 下一节课讲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的课讲 让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持续统一